韓國瑜身穿黃色上衣 一手摸牌 一手放在椅子的靠背上 看起來很愜意 同桌另外三個人 穿著白色上衣的是太太李嘉芬 再過來是另一位許淑華 最後這一位是韓國瑜的小兒子 地點是在巴黎島的度假村 今年2月4號除夕夜的晚間 11點多的時候 看到韓國瑜市長跟許淑華委員 出現在公共空間 那公共空間那邊 現場有三四桌的麻將桌 爆料者他們當時聚會 大概到一點多離開的時候 還看到韓市長 還在進行打麻將的活動 目擊者拍下兩張照片 另外這一張看不到韓國瑜的臉 但是可以看到 原本李嘉芬的位置上 換了另外一名男性 是立委許淑華的男朋友 也就是藝人小潘潘的弟弟謝憲中 一行人在度假村裡過年打麻將 但是看看韓國瑜8月12號的臉書 才議政言辭的 說自己擔任市長以來 沒有再打過一場麻將 韓國瑜公開行程被問到 沒有針對打麻將事件回應 但是在接受平面媒體電報時 說在巴黎島時知道有人在拍照 但是為什麼會有人把照片存到現在 懷疑有人用國家機器監視他 說上任後就沒有打麻將 可是照片被拍到了 我們在這裡談這個會不會 找我們發聲明好不好 韓國瑜過去愛打麻將 曾經有人爆料 他在北農時期 下了班都是打通宵 而且金額相當大 都是以兩三千為底 現在他說自己擔任市長後 沒打過麻將 但是被民眾流出的照片打臉 韓國連最簡單的誠信問題 恐怕都讓外界難以信服 三內新聞徐世廷和聖鳳高雄報導